女性三不管,男人很悲惨 如果你老公嫌你唠叨 那么你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他 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女性三不管 男人很悲惨 第一,女性不管钱,家庭很危险 俗话说,男人是挣钱的靶子 女性是管钱的匣子 男人的钱在哪,心就在哪 把钱交给妻子,说明她是铁了心的 要跟你过日子 不仅有利于男人更加集中精力赚钱 而且家里那些杂乱的费用 你都不用担心 第二点,不管你交友 如果一个女性连你跟其他异性聊天 都不管不问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男人,你不慌吗 为什么女性会干涉你的社交呢 还不是因为爱你 第三,不管你的行踪 你想象一下,你去哪玩,干什么事 你老婆都不管不顾的 你爱干嘛干嘛 那么我就恭喜你了,说明你真的很失败 假如你和兄弟们出去喝酒 饭桌上一个个都接到了老婆的电话 让他们少喝一点,注意身体 早点回家 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接到电话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觉得威风 这说明啊,没有一个爱你的他等你回来 男人要记住了 有一种自由叫无家可归 还有一种自由叫做深夜留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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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